我是古阿末 我今天要說一個發瘋的故事 男主角從小就因為腦部受損 導致常常會忽然狂笑不停 像此時他就在公車上 失控的笑到被路人覺得他是怪咖 有點討厭想遠離他 那久病加上被排擠 可能就讓他產生了想死的念頭 因此住過精神病院治療 後來出了院 醫生也仍然要求他要吃政府機構 提供的免費藥物來持續控制病情 他也開始努力過正常人的生活 而他的夢想是逗人開心 於是他到一間雜技公司 當小丑認真工作賺錢 可是社會並沒有放過他 這天他替一間樂器行 拿出瞎招牌在店外表演特技 藉此吸引路人 進店買東西時 幾個路過的小混混 就看表演方式奇怪的他 非常不順眼 因此想作弄他的 搶了招牌就跑 而男主角則是想搶回來的 追了上去卻被對方 引到小巷子裡 打了一頓非常淒慘 重點是一路上 完全沒有路人想出來幫他 不過儘管男主角過得再不如意 他仍然會帶著笑容回家 然後很孝順的照顧相依為命的母親 絕口不提自己的慘 而對於這樣善良的他 讓他的同事 阿桶也想多幫助他的在隔天 聽說他被揍的事後 送了他一把槍 讓他防身可惜這把槍 並沒有改變他的命運 反而害他失業 因為他去醫院半小丑 跳舞鬥病患開心時 帶了槍還意外掉出來 嚇到人導致被投訴 雖然他一直打電話回公司 跟老闆解釋說 槍是道具而已 想糊弄而過 可是阿桶卻在公司 想撇清關係的 胡蘭那把槍 是男主角自己買的真槍 所以最終男主角被他的老闆 當成買槍去醫院 可能想搞事 還不承認的瘋子給開除了 但雖事還沒結束 他傷心的坐地鐵回家時 看到車廂裡 有三名金蟲男 正在調戲一名小姐姐 重點是他此時失控狂笑不停 導致三名金蟲男 坐賊心虛覺得有人 在笑他們金蟲衝腦 因此不爽的放下小姐姐 再過來揍這個 一直笑的家伙阿揍一揍 男主角就失控的拿槍 把揍他的人通通射死 在逃離車站 可是回家後 他卻沒有因殺人而緊張 反倒是覺得自己 終於有勇氣對抗邪惡了 那既然有了勇氣 他現在就想鼓起勇氣 做一件他一直很想做的事 就是拿舌頭去跟隔壁 暗戀已久的鄰居女主角 好好的告白一番 接著男主角趁勝追擊自己的人生 打算在愛情成功後 把事業也搞起來 他得在政府機構 不再提供免費治療藥物後 趕快搞定新事業 才有錢買藥呢 於是他幫自己 報名了脫口秀表演 他想成為名人 靠講笑話來賺錢 他的愛情能量 冷靜下來專心表演 並在演出成功後 開心的跟女主角去慶祝 再回家跟老媽分享自己的成功 但當晚一封信卻又 打亂了他的人生 他看到一封他媽寫給 全程首付死掉男的信 裡面透露著 他是死掉男的私生子 這消息令他震驚的來逼問 躲在廁所的他媽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才得知 原來他媽年輕時 當過死掉男的情婦 還簽了保密協定 不能公開此事 要不是現在家裡窮 他也不會想寫封信 跟死掉男要點錢來花 那直到狀況後 男主角就跑來死掉男家 想跟老爸相認 可是熱的首位男 卻把他攔下來的告訴他 你媽是個神經病 當年死掉男 花了很長時間 才擺脫他啊 你也不是什麼私生子 快滾吧 那這番話 讓男主角覺得事情並不單純 可是他還來不及探索真相 就接到消息的趕來醫院 原來是終於有警察 懷疑他是地鐵殺人案的兇手 去他家調查 結果把他媽 嚇到中風送醫 反正他打發警察後 就和女主角來病房 陪伴他媽 阿陪到一半 他就看到電視 一個非常知名的脫口秀節目 主持人成功男 拿了他前面上台表演脫口秀時 還沒講笑話 就司空大笑不停的錄影畫面 給觀眾看 說他自己講笑話 自己先笑很像傻瓜之類的 觀眾聽了也哈哈大笑 那這種自己的努力 被嘲笑的狀況 令男主角難過的回家哭 但更讓他難過的是 老爸竟然拋棄他 他好想要爸爸 所以他得打聽老爸下落的 喬裝成服務生混進劇場 攔住來看劇時 中途到廁所小便的死掉男 問他說 爸你為什麼要拋棄我跟我相認吧 可是死掉男卻解釋到 你媽以前在我公司上班 卻一直幻想我跟他交往 他還領養了孩子 就是你說你是我兒子 後來他因發瘋傷人 被送到精神病監獄治療 不幸的話 你去那邊調查一下就知道真相了 阿男主角來監獄 從管理員手上 騙走了他媽當年的病例 打開來一看後才得知 他媽真的是 醫生認證的神經病 當年一直想要孩子 因此收養了男主角 卻又跟男朋友虐待他 把他打成腦殘 才因家暴被抓去關 這一刻男主角才明白 他會腦部受損 常常狂笑不停 其實就是他當成 親生母親孝順的養母 在他小時候 把他腦袋打壞造成的 那這個真相 讓男主角一時之間 不曉得該如何是好 只好來女主角家 想求安慰 卻沒想到女主角看到他 卻嚇得一直請他離開 原來搞了半天 男主角剛剛 槍殺人又沒要吃後 精神疾病就復發 開始幻想 自己跟女主角告白 交往實際上並沒有 阿可能產到發瘋後 再產下去 然後來醫院把害他變腦殘 還假裝是他親媽的養母給幹掉 藉此幫自己的腦袋報仇 接著還沒被警察抓的他打算去 成功男邀約的脫口秀節目表演 來完成當脫殼的夢想 順便自殺結束悲慘人生 但他出發前 之前的同事阿統 就在小矮的陪同下來拜訪說 你拿跟我借的槍殺人士嗎 警方一直在查你耶 我才來確認一下 你有沒有跟警方扯到我 男主角看阿統跟上司一樣 急著來跟他撇清 關係一點都不夠朋友 就不爽的捅死了他 並放走了無緣無仇的小矮 在打扮好的出發 來到成功男的節目錄影現場 然後打算表演一段脫口秀 結果卻因表現太差 一直被觀眾嘲笑 害他一時不知所措 就直接說出了 自己是地鐵殺人案的凶手 藉此抓回觀眾的目光 而這話題果然引起大家的注意 成功男也說叫罵他 有病是嗎 怎麼製造了社會混亂 還那麼囂張 現在一堆人 模仿你在地鐵戰時的造型 穿小丑裝亂殺人耶 男主角聽了 卻很激動的罵到 是這個社會先病了 大家寧可關心他殺掉的 會調戲小姐姐的衣冠情獸 也不肯關心他這種 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 還整天嘲笑他 害他痛苦的想死 可是嘲笑者 卻不會受到法律的懲罰 這樣的社會根本不公平 更不用說有多少人 一出生就享受著大富大貴 讓他們這種一出生 就病得快活不下去的人 情何以堪 反正結論就是 我會殺人都是社會的錯 都是你們的錯 你們都是壞人 你讓我上節目 不也只是想利用嘲笑 我會狂笑來賺收視率嗎 但成功男卻反駁到 你只是在幫自己的失敗找藉口 我們大家不都是在這樣 不公平的社會中 遵守規則的努力活著嗎 你憑什麼可以破壞規則 違法亂殺人呢 男主角一聽便激動的說到 當你繼續用那不公平的規則 來把弱勢的人逼到無路可退時 他們將在野無所畏懼 就像我現在可以 無後顧之憂的開槍射死你一樣掰 之後男主角被警方抓走 可是今天剛好 是很多日子過得很苦 受不了財富 都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的人 發動暴動的時刻 而這些人覺得男主角 敢殺上層社會的人 就像是在勇敢反抗 不公平的階級體制 非常適合帶領他們革命 於是他們開大車來撞翻警車 將男主角救出 並瘋狂替他歡呼 彷彿覺得只要追隨他 就能讓自己生活過得更好 男主角則是發現這種 被人關注的感覺 正是他想追尋的東西 而一些暴動者也以財富 不該被少數人所占為由 開始殺有錢人揭財 走在路上的死掉男 跟他老婆也因此被殺害 他們沒死的孩子 後來成為了蝙蝠俠 他卻殺害醫生想逃獄 故事就結束了 看完這個故事 我不確定這故事 在排除演技很棒之後 是想表達被逼瘋者 就可以為所欲為 還是想表達 千錯萬錯都是規則不公的錯 又或是想表達 對你遇到的每一個人 多一分包容和友善 也許就能多讓一個人 從負面的想法中振作起來 做出正面的事 進而讓社會變得更好 之類的 可可